欢迎明星八卦CP to our channel 王一博做旋转机花絮,前后反差太好笑,原来荧幕镜头前都是表象。 王一博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他是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和偶像,他的出道之路充满了曲折和坎坷, 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梦想,一步步走向了成功的道路。 曾经的王一博是一个酷盖,因为不笑的时候,气质有点清冷还带着点距离感。 但是,最近他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因为他越来越好笑了, 曾经的酷盖丢了吧,这么可爱好笑的他,你见过吗? 最近,王一博参演的新剧《长空之王》放出了片场花絮, 他在片中饰演一名航空式飞员。 在接受体能训练的时候,王一博的表现让人大开眼界。 虽然王一博的体能不错,有着娱乐圈运动员的称号, 但是坐上旋转机后,他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 他本人也是超级兴奋的,并且开始哼唱起来,甚至感觉如同蜘蛛侠一般。 但是,随着旋转强度的增加,王一博开始失重,并且面部明显开始充血, 自己苦苦支撑的表情逐渐变成强忍。 科普一下,这种失重训练比所谓的过山车的强度高十多倍, 再加上360度的旋转,更是常人不能忍受的,体能不达标的。 但是,王一博还是勇敢地尝试了,结果呢,他的表现让人又心疼又好笑。 在失重后,王一博的身体变得轻飘飘的,腿脚发软,走路都有些困难。 他的表情也变得呆萌可爱,让人忍不住想笑。 虽然他的表现有些囧,但是却让人更加喜欢他了。 因为他的这个表现很真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实力的偶像也有不足的一面, 这种反差萌的感觉让人十分喜欢。 王一博的表现让我们想起了自己尝试一些新事物时的样子,充满了好奇和兴奋, 但是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 他的表现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也让我们更加喜欢他这个人。 王一博的搞笑表现不仅让人爆笑不止,也让人更加喜欢他这个人。 他的反差萌感让他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偶像。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会继续用自己的实力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欢笑。 王一博的成功之路不仅仅是靠着他的才华和努力,更是因为他的真实和坚持。 他敢于尝试新事物,敢于展示自己的不足,这样的态度让人更加喜欢他。 他的成功也是一种鼓励,让我们相信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勇敢尝试,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王一博的成功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演员的实力和潜力。 他的表现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更是一种艺术。 他在表演中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和魅力,让人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